四个W我们要问各位的答案是什么 请举牌 好我们先来看献哥 献哥认为户主跌AI 跌到8月10号 主跌是在季线上下 真正崩跌的凶手势 美股特别是川普 好我们等会再来听献哥的说法 那么蔡总认为户是AI涨多股 这个跟献哥的看法一样 跌到什么时候呢 跌到美股科技财报公布完 跌到两万一千点 而真正的关键崩跌的原因是筹码 我们来看老师的答案 也是AI科技股市主跌 跌到8月 跌到哪里 跌到便宜一些 那原因是日元套利交易缩窄 大平仓 我们来看昌信的答案 跌主跌的是高融资高股息的股票 跌到8月结算的时候 跌到融资断头时 甚至于他还写得很清楚 跌到开低走高那一天 或者流畅下影线的那一天 为什么崩跌呢 因为降息预期实现 这个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两年应该说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跟两年期公債殖利率 现在已经是倒过来 就十年期跌了比较低 然后两年期再跌 表示未来的经济 一定是躲不过衰退 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是崩跌的主要因素 好我们看到真卫的答案是 主跌谁呢 台积电以及全职股 还有涨多的股票 那么跌到会议打财报公布的时候 就是828 以及美总统大选 时间差很多 11月跟8月 然后他认为跌到半年限 那为什么大跌呢 因为美国总统的政治因素 再加上经济不确定 同时川普贺锦丽两个人大PK 也干扰到资本市场的表现 我们先来问献哥 献哥为什么这么写 第一个就当然这次是AI 而且涨多了台积电 那这个叫做公道 因为你台积电你涨太多了 你占了指数太多 占了全职太多 所以现在主跌是台积电 当然啊 因为他的比重35% 所以他你不要小看55块 很大很大 所以他会把拉下来 把指数拉下来 大家心里面就会恐慌 那其他的相关的 现在没人家说什么 边缘运算 什么PC会买一下 脑袋会买一下 手机会买一下 好像通通消息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轮到他们跌是好的 那为什么会跌到8月10号 因为8月10号就是7月的公告 7月营收公告 那现在你7月营收公告以后 也代表说你8月15号 所有上半年报都要公告 你到底你定半年等多少 现在就开始在调整 回到第四季的旺季的股票 所以你看大力公最近不很跌 今天群创不跌 你看今天的保存不跌 保存 因为巴黎要比赛 那这个呢 就是说你现在只跌在季线上下 跌到哪里 跌到季线上下 我觉得因为这次涨得太凶 所以这次再跌也不给你客气 也是像高铁 是现在已经跌破季线了 对跌破季线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基础嘛 整个大盘指数 但是个别股来讲 从技术面来讲 有三种股票 第一个是月线以上的 最近那些 南部那些做光电 都要在月线以上 再来月线跟季线中间的 再来季线以下 就跟大盘一样弱势的 那如果说从形态上来看的话 今天有一些股票是开低走高 那跳空 跳空 跳空 今天台积电也跳空 那未来观察三四天以后 如果这个跳空缺口 他来回补还是怎样 所以其实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要做功课 那最后一个就 主要是美国海西烂 你知道吗 是美国海西烂 对啊 一个大喇叭 因为多头一直想要下车 但是 街球的要下车 街球的不下车 刚好就找到川普当作一个破口 当作一个理由 当作一个梯子 所以美国那边开始门槛 开始欧白给你斩 所以台湾一直提款 所以今年的三半年 外资在台湾已经政卖操 一直买 给你买到四位纪 就空担在日本 所以最主要的是 外国的那一些太厉害了 所以川普的民调越高 股是越会遭殃吗 对 一定会惹死 所以现在赫洁 你如果比川普稍微高一点的话 就会稍微这边反弹 好 所以反弹还要看他们两个人的民调 好 蔡总的答案我也再念一次了 所以 涨多的AI股要小心 跌到科技财报公布的时候 你看两万一千点应该有称 而最重要的沙盘关键是筹码 所以台股跌到哪里不是一点半 是会半 跌到备半 对 你来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台风休市当中 NASDAQ尤其会半 你注意这条是季线 破了 而且直逼半年线 台股今天就补跌 你看一口气就到季线以下 但是你来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年K 年K 你发现NASDAQ会半台股的加权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看2019到2021年三年涨 年三年涨 台股也是年三年涨 2022库存那一年 你看都是大黑K 是 然后这两年2324上涨 但是我们看一下24年的时候 会半因为有AI AI的股票 通通都是会半的成功股 向这个辉达 会半你看这支很长 这是一度他的今年的绩效 涨42% 然后现在被压下来 都还涨20% 那台股最多也跟着涨到了36% 这支很长 现在你不要看今天跌3% 我们的YTT还24 还超过会半 你要不要再补跌 所以你只有两条路 要不然会半从现在开始强力还弹 第二条路台股什么 来补跌一下 但为什么我抓两万一千点 因为今年最多的时候 那个YTT 照达那个两万四千点的时候 台股今年最多的记录 来到涨六千点 砍一半 跌三千点 两万四跌三千点 就是两万一千点 然后为什么要跌到那个科技股的财报 最后一档的会半成务股公布财报是挥达 8月28 828 对 所以要到那个时间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虽然跌 但是他留多头的希望 好 火种是谁 我们看市场 第一个一定要看全职股 F4 现在有两档还在记线之上 台积电跟鸿海 高价的电子前五大的千金 当然违影很差 今天就灌到跌替 因为他都绑在AI伺服器 但大力光现在 大家看一下 3008大力光 这个K线没有被破坏 他还记线之调 他还没有跌破记线 所以从全职股跟高价股 有三支没有破记线 是不是火种 是 台积电 鸿海 大力光 他们又称为什么 瓶盖三王 所以到底火种会比较抗跌呢 还是会补跌 那个会半再跌的话就补跌 会半再跌能稍微稳住 这个还没有破记线 这三档就会起来 这是火种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今天台股 还有一些重灾区 高价股 或主力色彩的股票 主力的股票 莱德 银豹能源 这前一波的标 市场开始有点转向 转向到一些比较防御型的 其实这是正面的 你如果说这个主力 前一波已经把莱德这样 你继续好这样拉 我看你那个盘就不对劲 你要转向比较这个正常的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注意财报 今天烈光头控 真的是让大家傻眼 昨天台风差还滑缩 你看他第二季的一片 两度的上修资本支出 什么时候 重点在这个 大家最期待过高 豐测的这个事业 记忆成长只有七到九趴 大家以为你应该一二十趴 是有点失望 你看直接这样就灌到跌停了 直接灌杀跌停 因为财报利空 这个也是好公司 雅德克KY居然下修了 这个全年的财测 因为那个有一些市场价格的竞争 哇也跌停板 所以这个财报很重要 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都用很高的标准来看财报 看财报 那市场会转到了这个黄手型 黄手型的话 我们看一下美股财报崩跌 但是洛克系的马丁就做那个F35了 然后另外一个雷神的这个技术 雷神的话 他也是我们 我们也是跟他买爱国者会战 这两个军工股的财报又一起 股价是创新高 所以台湾可以留意比较防御型的是 汉祥雷虎这样的军工股 对 而且我特别告诉大家 这个月月线也好 或者这个礼拜的周线都开始翻黑 但是什么股票开始翻红 这个很重要 本周的周线汉祥跟雷虎是收红 跌700多点 他们收红 本月的话 月线也翻黑 但大成钢是翻红 所以有人这个就是最强的 那个川普概念股 台湾的钢铁在美国有设厂的 就是他 最强川普概念股 人家说川普上任的第一天 万一他选上 上任第一天 就是在那个墨西哥的边境 组那个高墙 那本来用分泥土 上一任他就要组 后来预算不足 被后来拜登把他吼结掉 所以他现在改成 去用钢铁去盖那个墙 所以一方面国外的 像中国的钢铁进来 要加征很高的干税 但是内部 在地的 对不对 大成钢在这个美国 有所谓的现货供应 所以特别要注意 月周 这个欢黑的时候 什么股票 欢同 这种股票要追踪 好我们来看一下昌星的 我们再看一次昌星的 昌星说呢 这个盘主跌是跌 高融资 高股息的股票 跌到八月结算 那么跌到融资断头 开低走高 出现长下一些的时候 那么最担心的 也认为沙盘的凶手 是来自于经济衰退的担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大家在操作一个重 今天跌 但是我嗅不到恐慌的味道 我必须要这样讲 因为今天跌停的加速不够多 你觉得还不够恐慌啊 对 因为今天跌点很大嘛 可是如果捏下来 只有十加跌停 那表示说其实大家都在 大家其实是吓了一跳 为什么 因为两天没开盘嘛 今天什么动作都不能做 所以先观望 所以今天盘照理来说 最好的盘就是今天开机走高 就化解危机 没有 就大家其实都在停着 所以我认为市场上 还必须要观察几个重点 不能说今天大跌 大跌我觉得会反弹 可是反弹之后落底了 没有 我认为还有低点 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那怎么来观察的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危险的恐慌指数 一定要看恐慌指数吗 到底够不够怕 对嘛 美国恐慌指数 事实上已经来到了 大概快四月份的高点 可是台湾已经超过了 所以台湾的 其实最近的台湾在右边的恐慌指数 已经创高了 今天大跌创高 他可能是累积一口气的释放 所以第一个我请大家观察就是 恐慌指数要开始走下降趋势 是 就是走这种下降趋势 你不要说不创高 你现在恐慌趋势还在往上的时候 你跟我说 我说这个时候危机解除 我认为是有点不切实际 第二个就说 这一次的阻力 就像我刚才讲的 到底是谁在吃谁的豆腐 我说老实话 就是外资在吃本土的豆腐 因为我们都觉得 外资你看 你现在也卖掉了 然后你一直在放空 结果你被嘎对不对 大家看到 外资现在在布局 今天这个也是ETF里面 成交量最大 0062 这叫做台湾50反一 反一啊 你看 主力 对 你好久没摊到反一了 对 还没下市 反一三块多 你看 低档外资买 主力买 都在用力买反一 所以表示说 他这里要有避险的概念 意思就是说 这边去太多啊 大盘虽然跌这样跌下来 他就什么 直接买反一 第二个 为什么我会提到 高融资跟所谓的高股息 因为这一波 我去看到 外资沙盘的重心 居然不是0050 他是砍00929 这种高股息ETF 所以你看 外资的借券卖出 其实是创新高 上个 应该说礼拜有 有回补一些些 今天如果又空回去 你看 他是一路的卖超00929 又什么 又去借券放空00929 那话说回来了 台湾的投资人到现在为止 会认为高股息是神主牌 所以跌下来会想要买00929 所以我的意思说 一定要等外资停手了 外资不再去放空这些高股息 这个盘可能就停下来 否则呢 你们喜欢买对不对 通通倒给你 现在外资就出现这种状态 他也不空0050 他就空00929 大家去看 成交量最大是0050 第二大就是00929 所以我认为外资还没有停下来 再来我们看下一页 我认为也要观察 就说 其实这个就跟他讲 散户的心态 到底在哪里 现在可能在跌 阿关你觉得是在哪一块了 是在 还是这边了 还是这边了 好来 这一段是说 耐心是投资当中最艰难的一部分 放心 还会再涨回去 对 散户现在是认为 没关系 很快就要反弹了 还是受够了 真是动被调 无能的政府 还是赶快来停准 停准是交易的纪律 然后呢 直接怎么样 卖掉才是对的 现在一定还不是到这个阶段 对 还没到这个阶段 对 所以我必须要提示大家的说 可能现在 我希望 现在 应该是在这边是最好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 现在可能还在这里等反弹 对 还在等反弹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大家重点 不是我们看虽市场 而是这一波真的涨太久 涨太久的过程中 杀盘会又快又急 会杀到你的筹码 全部被卡住 现在散户的时候 等于都被卡住了 卡住之后呢 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什么 要等什么 融资开始自我了断 那融资有没有自我了断 今天看到其实 你看 像阳明 世纪刚 各位我刚刚算过 这边已经跌30%了 世纪刚跌40%了 现在融资的维持率 个股融资维持率 大概在140左右 你看 141 140 要融资断头 要130 大盘融资维持率 150几 所以表示说 大家觉得说 这边涨多 我还有空间 虽然跌很多 你看 可能还有人在抢 所以包含这些高融资维持率 第一个说低融资维持率的 这139%的华欣光 见准 144% 然后利基电 148% 还有这个法福 140% 这种融资维持率低 又在杀盘的这些股票 第一个 不是叫你去买它 要这些股票 就像我刚才讲的 刷底 收缴 整个翻过来 筹码被吃走了 那表示说 这个散户的什么 信心开始动摇 把所谓的股票杀出来 这个盘我认为就会见底 那反过来说 这个盘面 我觉得现在比较稳的 还是我们提到 当然上面提到就是 所谓的 相对的这种所谓的 防御型的 那大臣刚刚才提过 我们这几天提后就不提 保持也是一样 现在有奥运概念 各位可以看到 富邦金国泰金 今天居然没有跌 大跌的国泰没有跌 为什么 因为前一波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会跌下来 不是外资卖的 是关股行库为了护盘 他把富邦国泰倒出来去护盘 结果外资拼命的买 这个两大的金控股 所以你看 国泰跟富邦 今天都撑下来 所以我认为 金融股 大家可以留意 国泰跟富邦 那下面的ETF 我倒是觉得 大家可以找机会 这个0078 还有这张黄金 黄金正乐 黄金趁着跌的时候 我们认为下半年 美元会弱 黄金会强 那右边这两个 也要提醒大家 在跌的时候 你要去找 有没有价值的 比如说这叫 不动产高息 大家如果去看00712 他一样是高息 大概8% 他是美国的不动产 一旦美国开始降息 对不动产就是优势 这一段就是外资买上去的 外资买一堆上去 那00949 就我们提到了 这种所谓的 日本龙头的ETF 日股最也跌很惨 可是是半导体跌比较多 那商社股跌比较少 所以我认为 日本商社的龙头股 00949 也可以来做留意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重点 不要只看电子股 应该从价值型投资来做入